大家好,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朔尔篇第四节 子之厌居,神神如也,妖妖如也 之,就是指到哪里去,和指 脚趾就是那个,指子去掉竹子旁的那个指,停指 那个指,是一个意思,后来祖宗可能在转路,腾血,论语的时候,就有所改变 这种现象不光是在论语里,都在其他我们的中国古代语言文字里面也都有 这都无所谓了,只要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这个指当然有什么德,还有他,在这个地上就是指,到哪里哪里去 那么那个燕呢,就是指一种鸟,这一种鸟是什么鸟,是猴鸟 这个鸟有一个习性,就是一年要迁徙两侧 冷的时候到,寒冷的时候到这个温暖的地方去,热的时候到这个凉快的地方去 那么,所以呢,就是指燕居,就是指像燕子一样,这个迁徙,哎 那么,子之燕居,就是孔子去和燕子一样迁徙是什么,就是去避暑或者避寒,哎 那么,是指着去,这么一种临时性的居住嘛,就是,到时候要再回来的,像燕子要回归一样,哎 那么,这个神呢,最早的字呢,就是个猴,祖宗划了个猴,给这个字的意思叫神,给他个发音,神延伸到今天,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字,那么就是,还是猴的意思 怎么祖宗当时一步一步演变来的嘛,那么,猴有个特点,就是瘦小,在这就是像猴,身身就是像猴一样瘦小,这个如呢,就是指我们以前也分享过,就是祭祀的时候没有祭品,假定有,或者就当他有,如同有一样,是这个意思 那么,那么,腰呢,也是和人差不多的一种动物,就是猩猩猴嘛,猩猩的特点呢,就是肥胖 那么,在这儿用神神如也,妖妖如也,就指着孔子,走的时候呢,就穿得很少,像猴一样,很瘦 那么,回来的时候呢,就像猩猩一样,像妖一样,穿得很多 那么,这个体现了一种什么意思呢 那么,为什么要讲述这么一个事情呢 实际上呢,就是,孔子呢,用行动呢,向我们展示,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人 那么,前三节,一二三节,书尔里头的,这个前三节文章 实际上,我们分节是我们分的 那时候写就是,反正,就这么写,我们断句又断节,断章啊,什么出来的 那么,前面描述的一件事情是通过言语,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,这个,怎么去做一个觉者,做一个人,哎,做一个,提高自己的境界,哎,应该怎么去做,怎么才能去提高 那么,怎么才能搞到真知若见,找到真理真相 嗯,思考,哎,这方面 那么,这一节呢,就是用行动 那么,你也是啊,那么走的时候 那你 是,是,是穿的手啊 那么,回来的时候就穿的多 那么,其实呢,就是 要 给我们传到的信息,就是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,要顺其自然 哎,要以 这个,随遇而安 用行动去做 嗯,不能呢,就是死完脚条 哎,就是,哎呀,在,嗯,我就不变 有,为什么要变呢,有错误,我们要修正,啊 呃,正确的我们保留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 去,这个,得到,啊,真正的道 啊,才能 见到,找到真正的自己 才能见到自己的真心本性 才能 得到真理真相 那么,好,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